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恩师师父 请师父慈悲 看一看我的女儿 92年的后 脑子出问题了 关节也有问题 身上有灵性 听得懂吗 有一个灵性 是你调过的一个孩子 我讲话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你调过孩子吗 调过 我超过了49张小房子 没走呀 听得懂吗 还超过多少张小房子 在他身上啊 他不走哎 他身上有两个灵性 你知道吗 所以不让他长大 拉住他的脖子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他现在讲话都不行了 明白了吗 你现在要好好的 先把自己的孩子超度掉 但是在他身上 你要念85张小房子 在他身上 85张小子超度的小孩子的 比较紧张 另外他身上有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很凶 趴在他的身上 经常拉他的嘴巴 所以他的嘴巴 有时候会抽动 阻止 他嘴巴一动 就感觉脑子不行了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就是说拉他的嘴巴 然后他脑子 马上就开始不动 实际上 他拉他嘴巴之后 他就砸他的脑子 所以一砸他的脑子 他就痛 然后像炸裂似的痛 然后脑子就不行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必须好好的帮他念 他所有的小房子 至少要1300张 你想想看你49张 能解决什么 好好的帮他念 而且那个灵性 在他的脸上 经常现出那个圆形 所以他有时候 在晚上半夜里 会做惯样 是的 师傅 是的 所以好好的帮他削 好好的帮他念经 好不好啊 师傅此为 看看改名声文成功了没有 改名声文 改名声文 现在改都没什么用了 他以前改的初中 改的王亚西 初中 现在呢 就是初中 小学是叫王语 下语的语 初中改的王亚西 我做了两次改名声文 在香港做了一次 声门是成功了 但是对他生存的灵性 没有起什么作用 明白了吗 没起什么作用 所以改名字 不如念小房子 好了 师傅看一看 我小房子质量 师傅看一看 小房子质量怎么样 你小房子质量还可以 小房子都被你念破了 你声音这么响 小房子纸张都被你弄破了 我周一到周五天天念小房子 从早到晚炒菜也念 坐式也念 走路也念 你记住了 你这个女儿 想彻底解决的话 我已经跟你说了 小房子一千三百张 你好好念吧 念到一千张不到的时候 他会明显地改善 然后要让他到医院里去看 帮他拉紧啊 掉颈椎 他的颈椎被那个灵性已经弄歪了 所以他的脖子直不起来的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 晚上会发出点声音 有时候经常会叫叫 小便还蛮多的 是对 好吗 他过年之前 我们搬到赵庆了以后 没有住就回湖北了 发现他又腿痛 请问师傅是不是赵庆的房子 还是湖北的房子有问题 湖北呢 湖北的房子有问题 湖北的是不是一个老式房子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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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的房子也要紧着是不是师傅 对 里面有很多鬼跳舞啊 鬼跳墙都有 你们家里经常突然之间一下子崩啊 崩啊 这种声音 有响声 响声 看见吗 好了 请问师傅慈悲他左乳腺 看一下左乳腺 几几年什么呢 92年的猴 左乳腺有增生在这里 要叫他当心啊 你现在给他吃素了吗 他说的是吃素 但是他有时候 看他偷偷地在吃 他吃得少 你许愿吃素了吗 我前素 学心境法明一年半 许愿吃前素 你告诉他 乳腺不会生癌症 没问题 主要是那个灵性 好不好啊 乳腺还是要检查吗 你要去检查好了 没问题的 我跟你讲过 你去检查一下吧 好吗 新加坡法会期间 他大喊大叫 他对修心境法门的喊不OK 没有修心境法门 他就喊OK 他到底叫人家OK 还是不OK啊 对谁都叫OK啊 没问题的 就是身上一个老太太 灵性 好吧 好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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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